大家早安 今天7月2號 禮拜為各位解個盤 那今天大盤明顯有受到一點壓抑 那量有稍微萎縮 目前只有405億 那會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看一下昨天晚上美國的一個盤勢 美國的一個 不管是科技股 還是稻窮 各位可以看到 昨天早盤都還不錯 美國昨天晚上一開盤 拉升得相當漂亮 但是晚上走的過程當中 有獲利性的賣壓 所以都留了上一線 不管是稻窮 還是美國納斯達克的一個指數 所以獲利性的賣壓出來 會把今天台股稍微壓抑住 你可以看到今天台股 最高點不過漲28點 目前才小漲8點 不過因為盤勢的一個架構 多方所掌控局面相當明顯 非常的明顯 你可以看到 多方的一個結構 在上禮拜五拉出一根中長 那今天雖然受到壓抑 不過指數的一個空間 下的空間不會太大 所以希望在盤勢 往上走的過程當中 大家可以好好的 跟我們做大膽低階的一個動作 那今天大家會討論的是 4G的一個概念股票 因為今天開始有期價廠商要投標 那指標股洪凱集團的一個台陽 今天股價往上衝 衝到快攻漲停了 所以這檔台陽 如果能連續性的一個大漲 過了20.7的高點 那整個一個4G的個股就會被帶上去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把指標性的個股 太陽 在今天的一個盤衝節目 給各位做一個詳細的一個解析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的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並支付投資風險